這次呢這個中共宣布召開人大政協 大概也就是在3月了 但是啊 這個還是被我們觀察到一些不正常的狀況 那首先呢我想幫我們觀眾朋友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根據過去的慣例 這麼多年來 這個兩會特別是 具有這個官方意義更加重要 很多重要的這些黨政官員都兼任的 這個人民大會人民代表大會 他正常的議程應該是怎麼樣 那說起來正常議程應該這樣 要先說一下 或者說就是人大跟政協呢 當然大家都覺得是橡皮圖章 或者說政治花瓶 但是不管怎麼樣 那每年開這會呢 即便他是一個花瓶 這個橡皮圖章 或是一個舉手機器或拍手機器 那他至少是一個我們觀察 中國大陸內部政經社各種情況的 一個窗口 雖然這窗口很窄 然後縫很窄 但至少我們可以看到一點東西 然後對中共來說 不是他宣稱是人民民主專政嗎 那你要門面嗎 你說民主嗎 那人要門面嗎 你全國搞了幾千人來這邊開個 這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理論上他就是一個民主的門面了嗎 所以回到你剛剛講的正常議程呢 應該這樣講大概 重頭戲有兩個 應該說三個吧 第一個就是總理的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 過去一年的總結 未來的展望 第二呢就是這些常委 這七個常委呢 或九個常委 他們下到那個地方上的那些分組去 去進行討論 那大家當然特別關注就是 總書記跟這個總理呢 他們到了哪一個分組 比如到江蘇分組啦 到黑龍江分組啦 或到四川分組 或到貴州分組 他去了哪一個分組 然後講了什麼東西 因為這東西通常 新華社什麼都報出來 然後他們要有意透露訊息 因為這個這些常委 這兩個的一號跟二號人物呢 他利用這個特別機會呢 他傳達一些訊息 所以這個是我們關切的 這第二個關切點 第三個關切點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中外記者會 也就是兩會開完之後 通常中共的國務院總理 要開一個這個會議 好 那麼這些是幾個重點 好 那先回到政府工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呢 簡單說就是總理要代表國務院 把去年一年或甚至過去五年來 尤其如果換屆的話 過去五年來我們幹了什麼事 那五年前我們答應要幹什麼事 那現在幹成了多少 幹到什麼程度 通常都是超前完成 然後我們要多幹了些什麼事 然後要告訴大家 好 那就是過去的總結 那如果是新的領導 新的領導班上來 通常要提什麼呢 那我們這個新的班上來之後 我們發展 我們國家發展方向會什麼 尤其是經濟發展方向會什麼 特別是如果有改革方案的話 那這個改革方案到底是什麼 不管是什麼生產承包 隨便亂講 什麼生產承包責任制 或什麼2025中國製造 什麼等等 或什麼這個內循環 或大學這個雙循環等等 他總在那邊宣布一下 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幹什麼事 講完這個之後呢 還就要告訴我們 那他怎麼配套政策 譬如說建立一個全國大市場 那我怎麼建立怎麼統合 然後怎麼協調 怎麼溝通等等 除了政策之外呢 我有沒有法令要配合 然後有沒有財政的安排 這都是比較相對具體 當然不是說到具體迷 但他至少勾勒出一個方向出來 好再來 那再下來就是有沒有人事調整 這個我們現在是不是動了幾個部長 或者動了這個什麼副總理 或動了什麼人等等 有什麼人事調整 再來大家比較關起來的 就是國防政策 然後外交政策跟港澳台 那國防政策通常就是 我們過去幾年 這個我們這個軍改的成效如何 然後建軍 然後我們這個打造船艦 或太空計畫 或什麼飛彈什麼等等 他做個簡略的報告 再來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對外工作 對外工作 對外工作就是我對歐美各國 對日本對世界主要國家 然後對南方世界 對聯合國對什麼等等 我大致勾勒一下 我們這一年或者五年幹什麼事 那最後一塊就是港澳台 那通常講到 香港跟澳門 在我們一國兩制下 做得多好多好 然後台灣同胞 這經過什麼變化 我們對台政策多麼寬大 希望他們心向祖國等等之類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他這個工作報告也好 記者會也好 或者說這些採訪也好 或他們有一發的新聞稿也好 都是貫穿的一個主題就是 就是要把中國故事講好 就把這一年來政府的 或者五年來政府的工作 這一屆領導辦的工作呢 不想讓大家聽說 我們做了多少多少 然後多麼超前完成了什麼東西 所以即便我們說他是一個 橡皮獨斷好了 或政治花瓶也好 他至少透露一些訊息給我們 那或者說就是剛剛說的吧 他等於打開現在非常小的窗口 讓我們從這裡面窺見這個 黑箱子裡面到底裝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如果跟我們相關的話 我們要如何因應等等 大概覺得重點在這個地方